你好 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现在中国已经开放口岸 从国外入境中国取消隔离政策了 那么现在能看到的是北京和上海 现在这个时间 我这是9号的下午 现在还没有正式发布 但是有可能就在24小时之内就发布了 国内就官宣了 有可能 因为现在从网上看到推特上 有的人放出来的消息 就是国内时间的9号 从首都机场入境的时候 已经测完核酸 就让他回家 进行三天的健康监测 就没有5加3 没有5了 没有集中隔离了 他也很惊讶 这是有人在推特上发的 还有有人发出来 在上海的人 他有个截图 就是他在浦东机场 国际航班 做完核酸之后 直接回家了 不用集中隔离 然后 现在也是三天的居家监测 所以这个就比较快 现在虽然没有官方宣布 但是已经开始在进行政策了 说明可能也就在24小时内就要宣布了 那么今天有一个 有算是半官方的说法 就是秦刚 秦刚的驻美大使 我前两天说的开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最近是昨天 他在芝加哥出席中国 在美国的中国总商会的年会当中提到了一个 那么他说 很多在国外的朋友 很多境外的商务人士 中国人民的朋友 新冠疫情已经三年了 很多人想旅行带来很大困难 我知道有很多人想去中国 我想告诉大家 中国正在根据形势重新调整 包括国际旅行在内的应对措施 相信不久的将来 会进一步对旅行放宽限制 这是他说的 那么秦刚的消息 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因为他是中央委员 他20大上升官的 传说他可能要回国当外交部长 很有可能 因为他之前在美中商会当中说了 我在担任大使的这500多天如何如何 有点告别演说的意思 有可能 因为王毅现在是外交部长 王毅应该是替杨洁篪 国务委员管外交事务的 升官的 那么秦刚就去替他正部级 那么这是秦刚的说法 所以现在来说 国内开放的政策会比较快 我之前前两天还说 在春节 春节前可能一线城市会取消 但是现在看起来更快 这两天就宣布了 那么其实他在封锁也没有意义了 因为你国内现在已经开始大面积的走 全民免疫 躺平了 所以你再把外国人或者想回国的人拦在外头 没啥必要 还有一个 毕竟这些人回去是带着消费也好 老外进中国是带着钱也好 这是有好处的 我之前的视频说 现在你说弄这些公司到海外去抢单 现在不是他们到海外抢单的问题 是有老外的客户想到中国去看工厂 你不让人进 他看不了工厂 他怎么决定在你这采购 在你这下订单 采购你的原材料 采购你的生产 所以你必须要尽快的给他开开 还有很多在境外的人 多少年 这两三年航班熔断没回去的 一直滞留在国外的也有 所以入境会是比较快的开放 那么现在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尴尬的场景 就是出境 中国政府一直在宣称 非必要、非紧急、不旅行、不出境 当时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就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 你出国国外疫情大爆发 各种传染 你带着疫情回来对你不好 我是为你好 这个必要、非紧急、不出境 那么在今年的五月份 当时也有在国务院的联防联控会议上 移民局的边防管理司的市长刘海涛说 当前疫情仍处于全球大流行病毒变异 输入病例较多 然后外防输入的形势依然严峻 短期内出国滞留国外 会有个人增加风险 说离得对、冠冕堂皇的、为你好的这些理由 那么这是五月份的事 当时就有一个非紧急、不必要、非必要的 出境的限制清单 那么这清单里面主要限制的 它当时主要是四个 一个是组团出国旅游 不能去、不能让你走 第二个是个人出国旅游和探亲访游 不能去 第三个呢 前往战乱、动荡、局势、紧张、治安不敬等国家的地区 加强劝导、阻导、劝导、引导、建议暂不出行 这都废话 谁找集团活聊跑那去 没有正经事跑那去 第四个 对伪造什么、骗取、无效政见 这更不用说的是假的 所以呢 它这个谎言什么时候破裂 那么现在就非常尴尬的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为什么我说它是谎言呢 刚开始 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这件事 确实是为中国人好 那是2020年年初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你中国人出去 你国外也在爆发 你就不要走了 不让你出去 这是好 那慢慢慢慢 现在国外都平静了 全世界人民都在卡塔尔看世界杯 世界各国都在出境旅行 美国都已经今年 美国圣诞节的出境的人数 从感恩节之前 就是感恩节的这个统计 已经超过了疫情前2019年全美国的出境人士 所以说美国已经不但是恢复常态了 而且已经超过原来的数字了 现在 今年圣诞节 现在去欧洲的 去澳大利亚的 去东南亚国家旅行的美国人非常多 已经全面正常了 那你现在还冠冕堂皇的说 不让中国人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吗 你这个谎言就要破裂了 而且 你现在国内已经开放了 你也让外国人进来了 对吧 你也让外国人进来了 所以出入境 这是一套 这是一套系统 那么这个 非紧急、不必要、不出境的这个谎言 就要破裂了 那么这个谎言背后的用意 到底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外汇 中国政府什么时候在乎你的健康 就是中共这边什么时候在乎你们的健康死活 你死不死 你死外他也不管你啊 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那么多人滞留在海外的 在俄罗斯的 在欧洲的 漂在海上的海员 在钻井平台上海外工人 滞留海外的 劳务的做建筑的那些建筑工人 都在关在国外 不让回去 当时很多在船上传染的时候 有一些远洋货轮 那些海员、船员在船上感染 就不让你下地 就不让你入境 就给你关在外边 他什么时候在乎过你的死活 还有一个 疫情 当时欧美和西方研究了最新的这个 辉坠疫苗和这个信使基因这种 这个mRNA这个疫苗有效疫苗的时候 中国还在花大力气做核酸检测 你花大力气做这些无效的核酸检测 你能给多少中国人打疫苗 全体中国人打疫苗的钱足够了 为什么不干这件事儿 那是中共和党国的脸面 比你的健康 比中国人的健康更重要 所以他根本就不在乎中国人的健康 所以他为什么还不让你出境呢 所以从控制旅游 所以现在就控制旅游 这一块呢 其实是控制外汇的流失 外汇的流失是他最可怕的 那么在他的这个五月份的非出境 非必要 非紧急不出境的这个里头 还有个绿色清单 绿色清单里面倒是有 比如说就业呀 商务啊 留学呀 科研呢 学术交流啊 考试啊 家属团聚啊 个人紧急事务处理啊等等 这些可以走绿色通道 给你办护照 换发护照等等 海关可以放行 但是这个东西你要知道 这个东西的判决权 审定权 在你面试的那个海关的官员 或者说这个给你发护照的这个警官 在他那儿 他来判定你这事儿 是不是有效的商务 是不是有必要的这个就业 是不是有必要的留学和学术交流 他来判定 所以当时就很多这个推特上都有啊 就是这个判定的权限非常有弹性 很多人当时就给拦回来了 或者办护照的时候就告诉你 你这个你做拖鞋的 你上德国去考察这个没必要吧 德国人不买这么多拖鞋吧 你不用去 这护照不发 你这个事儿 哎呀你去做太阳能的 那国家有太阳能吗 你这项目那么着急吗 你们做了几年了 有合同吗 你们有没有账目往来 你就是光去看看 这也没必要给你轰回来 他其实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 都在英蓝近蓝 他干的事儿是英控进控 就不让你出境 其实就是控制外汇啊 还有一大块呢 就控制这个润啊 就往外移民的这些人啊 不让走啊 你看疫情刚刚解禁的时候 国识条刚出完 微信上有一个搜索的热词 就是移民搜索量超过1亿次啊 就是疫情刚刚解禁 很多就像你一个小村落 各家各户打开门了 村长说了可以出来溜达溜达啦 在村里可以走心房有啦 那么很多人关这么长时间 他就不信任了 这个村我不能呆了 既然开了 我就跑到别的村去吧 我走吧 不能在这呆了 这是一个人之常情啊 所以呢 他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外汇流失 中国现在的外汇是多少呢 中国现有的外汇储备啊 中国的这个中央政府网上公布 2022年的10月末 外汇储备规模是30524亿啊 那么30524亿 其实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数字 这里面还包括很多外商的投资 人家要撤资的时候你要拿走 外商的利润 然后很多临时的这个这个债务啊 国债等等 这里面呢有很多不是真金白银搁在那里 随时能掏出来用的啊 只是一个临时周转的这么一个蓄水池啊 但是很多人就人随时要提走的 所以这笔外汇储备并不是那么安全的 所以他要控制啊 那么你看看中国人旅行的这个外汇消费有多大呢 这个是这个这个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啊 他拿到的一个统计数据 在2019年中国出境旅游的中国人的在境外的消费呢 是12275亿美元啊 就是一年 那么这三年四年全封闭的话 你这省了起码四五千亿美元啊 省了这四五千亿美元的话 你是一笔很大的这个结余啊 所以他要控制中国游客的这个出这个出境旅游 那么出境旅游什么时候能开呢 我现在猜测啊 包括我们这个旅游同行大家的这个预测呢 感觉是在明年夏天才能让中国人出来 现在你说入境是因为你入境可以到中国消费 你可以带着钱到中国去花钱 所以他不怕你啊 给你开开让你入 但是呢你这个谎言当时说的是防止境外输入 那么你怎么不让中国人出去了呢 这个谎言他持续时间不会长 所以他会用一种这个计划体制的方式 这个计划体制的方式呢以前有啊 就是这个通过旅游名单的形式 以前的旅游社呢有个旅游名单啊 二十人在我的名单上 这一名单一事四连 然后呢到这个旅游局去领 然后这个把游客的名字写在这名单上出境的时候 在编检留一篮旅游社留一张 然后呢等你回来的时候 再把一张呢交给这个这个旅游局报备 就是我二十个人回来了 他通过这种方式呢控制人身控制的方式呢 控制中国人出境啊 这是通过旅游社 那么未来呢可能会通过旅游社的配额 因为你个人旅游现在是全面开放 你像以前一样我买张机票 我去卡特看足球比赛 现在不行啊 你看最近有个网红叫威小威就给控过来了啊 在机场大哭啊发了一段视频 在社交媒体上也很多能看到 所以他通过这种会未来会回到那种计划体制的方式 比如上海一年就给一万个出境旅游的名额 不管是你跟团还是个人 那么怎么控制 也许通过旅游社 也许通过边检 然后给你一种配额制啊 回到计划体制那种有可能的啊 这种事儿是有可能发生的 第二一个呢 从方向上 比如说仅限于港澳台这些地方 香港澳门可能刚开吧 我估计可能也就刚开 也许把香港和澳门先开开啊 然后呢 这个再开东南亚国家 然后欧美呢 后续再说 他从这个方向上也会控制你啊 所以时间上呢 我估计是明天暑假 才会让中国人出境啊 就是不限制 无理由不限制的啊 光面堂皇的 我们考虑你们的健康 什么的都扯淡放屁啊 那个 那现在你让外国人随便进了 那么你的出境这个谎言不就破裂了吗 你这个非必要非紧急出境的谎言不就破裂了吗 所以他通过其他的办法啊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现在呢 他未来也会通过几个手段啊 控制中国人出境 一个呢 是护照的申请和换发啊 会越来越严 你的理由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些条 他还会继续执行你这事 你这理由到底有没有必要 给你发护照啊 来控制 第二一个呢 从海关啊 从出境那个环节给你劝反啊 这你没必要去 回去吧啊 怎么样的啊 还有呢 他会通过这个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啊 就比如说现在用的最多的金钟诈骗啊 你要去东南亚国家 那是金钟诈骗的高风险区 不能去啊 去美国枪击案高发 不许去啊 去欧洲那个街上打劫 小偷太多 不许去啊 你去 反正他能找着这种各种理由 不让你去啊 然后还有通过换汇啊 通过银行 你换汇也很麻烦 这个他也能想办法控制你啊 所以呢 对你的这个对 这个中国人的出境的人身控制的这个谎言啊 非必要非紧急的这个谎言呢 即将破裂 但是看看他这事怎么忽悠啊 怎么挽回原谎 但是最新的好的消息呢 算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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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呃 呃 入境啊 入境不限制了 那我估计可能今天可能马上宣布了啊 最后呢 再说一句题外话 就中国人啊 出境啊 现在就是往外跑 往外润的 大家需求量特别高 其实呢 我建议就是如果你不能直接一下到目的地呢 你可以到个第三国啊 就比较容易的 从容易的开始下手啊 你比如说先去中东欧啊 西欧的一些小国啊 然后呢 这个这个东南亚呀都可以 然后你再考虑这个 其实终极的目的呢 我觉得尤其一些国家呢 像这个五眼联盟国家是可以考虑啊 长期移民生活的 还有西欧的一些国家都没问题 还有东南亚的主要是日本啊 日本是可以的 日本是好地方 马云多贼警啊 马云跑日本这个歇着去了啊 那么说句题外话呢 就是中国人的护照到底有多少啊 全中国呢 现在能看到最新的统计呢 他只发布到2018年啊 公安部的数据呢 护照大概1.71个护照啊 有效护照 这1.7亿个护照 其中有好多人啊 护照不在自己手里啊 他在这个单位控制呢 像那些这个种植机关的呀 像什么公务员啊 体制内的 他护照都得上交 不在他手里 是有因此护照 但是他都被控制啊 还有一些呢 就你要这个敲不成心的 给人家给人家注销了 像微小微这个被老家注销了啊 所以呢 有效护照 就按数字上来说 占中国人口比例呢 12% 那么美国呢 2020年的数字啊 美国2020年的护照呢 是1.4亿 美国的人口呢 大概3.37亿啊 所以美国人持有有效护照的比例呢 是43%啊 跟中国的12%呢 差了三倍多啊 所以当然这个是客观国情啊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 所以呢 这个持有有效护照 你就可以随时出境啊 你就可以随时享有你的自由迁徙的权利啊 那么好吧 这个好消息呢 是马上这个入境中国呢 已经全面解禁了啊 一直憋在国外的朋友着急想回去的 其实如果你如果这个不着急的话 你可以再等等机票啊 现在毕竟呢 政策开了 但是运力还不足啊 机票还是比较贵 机票呢 可能我估计这一个两个月吧 会有更多的机票降价 会有更多的航班开通啊 但是他要取决于很多的贸易政策 比如说以美国为例呢 他要看美国的航空公司啊 比如说这个美联航 UAAA等等 这些非中国的航线能开多少 中国的啊 中国民航能给他放多少 那么中国的比如说现在南方开了纽约到广州 那么东航啊 国航海航这些原来的大航空公司啊 非美国很多的 还有很多航空公司啊 云南航空还是哪 反正就是非美国的也都很多 这些航空公司呢 是不是能拿到更多的航班 能批到更多的航次 也取决于这些原因 使得这机票呢 逐渐的回到稍微低点的价格 现在我知道比较便宜的回国的 大概也得一万多吧 一万多不到两万一张票啊 就是这个回国的机票 好吧 呃 期待这个政策能够越来越宽松 请大家点赞订阅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 谢谢